这傻还不错呢 是真心话吗 我怎么觉得它是拿比赛当借口呢 先自然消动 再用厨房纸吸干水分 往往高端的食材 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可以根据口味撒点黑胡椒 直接用橄榄油两面各煎 一分钟就好 最后封个边 牛排就煎好了 切开看看 全熟适合孩子吃 最后大的酱抹条彩虹 让你看着顺眼的方式摆 牛排里还贴心的送了玉米粒 这样一倒吃 就是牛排店的即食感了 尝一下味道 很嫩嘛 不用担心牛宝嚼不烂了 刚看到 虽然还送了个小粉 给你报酬吧 哇 这么香 让我联想到 嗯 太香了 所以说 没有什么是一块牛排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是两块 可你 blow my wind so damn 不计划